过了小学 谁还管这个 也不行 也不行啊 我怎么骗 就是我我 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 秦胖子 什么秦胖子 什么玩儿 秦胖子说他被禁止入境了 是真的吗 他瞎嘰巴鬼 瞎嘰嘰巴鬼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跟你说 秦胖子怎么回事啊 他说有一个86的手机号 给他打电话 啊 跟他说他被禁止入境了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 三月份的时候 所有的出入境管理局 都规划成为一个号 没有个人个人的手机号的 这一点啊 这个傻逼也知道 啊 这个傻逼知道 我以为这傻逼他不知道 原来这个这傻逼知道 这傻逼知道 然后跟大家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在三月份的时候 出境管理局都换统一号码了啊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给他打电话 说他禁止入境的那个电话号 是手机号 不是那个官方的那种 官方的那个号啊 然后这傻逼呢 说就说我就去肯定是啊 你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禁止我入境啊 这我跟你举个例子像什么呢 这就特别像啊 你住那种快捷酒店你知道吗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哎 你就会发现有的酒店呢 他会给你打电话 他会问你要需不需要这个做大宝剑 你知道吗 有人来敲你门 然后就这样 但一般人就会觉得 哦 这就是这个这个大宝剑 是吧 让我花钱的 对吧 找一些懂技术的女人来给我服务 要不你就要服务 要不你就撂电话 就不要服务 告诉我不要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对不对 但是秦胖子 他不是 他是处于第三种 那他第三种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出入境被禁止入境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他在快捷酒店晚上睡觉 接到了一个大宝剑的电话 需不需要大宝剑的电话 然后呢 他接完这个电话之后 他就开始开直播 他非得说 在这个快捷酒店晚上 这个有这么一个回事 但是 他一定要说这但是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那个 那个做大宝剑的 懂技术的女人 一定是爱上我了 他肯定爱上我了 他绝对是爱上我了 他如果不爱上我 他怎么能给我打电话呢 对吧 你 你 这时候有人说了 不是 他不是给你打 他给你每个房间都打 人家是做事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给我房间打了 我觉得 他肯定是爱上我了 他不爱上我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你又回到这个点上了 他就是观众说了 你不要自作多情 他不是爱上你了 人家给谁都打 不那不重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秦胖子 之前呢 咱 之前呢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 这个什么 之前咱们那个 咱频道里有一个观众啊 也是秦胖子的观众 来这就跟我说 就说我跟秦胖子观点一样 我就说不一样 我们俩不是一 就是你可能听起来像 但实际上 我们俩的观点不是一回事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啊 我是绝对不会说啊 这个 这个给我打电话 大宝剑的人啊 是爱上我了 但是秦胖子不是 秦胖子不对 不是 你不对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啊 他先说 秦胖子是什么套 我要是要是我说 我什么套路 我跟你举个例子 还拿这个大宝剑的事来说 我要说就是说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 住快 我有一次住快夜有电 啊 在晚上的时候呢 我要睡觉了十点钟啊 有人跟我这个房间打电话 说呢 问我需不需要大宝剑 啊 这个我就跟他说啊 我不需要 我就是我要睡觉 你太烦了 我就把电话挂了 是不是 你哦 对了 我还问了他一下 我说 要不你问问我隔壁 王老改 他可能需要啊 他耗这个 人家说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给他打电话啊 你隔壁是这房间是吧 啊 对对对对对 我睡觉了 别给我打了 我把电话掉了 把电话拔了 然后我就开直播 我说我跟大家说啊 十点钟的时候 有人给我房间打电话 问我又需不需要大宝剑啊 结果呢 我给拒绝了 我跟大家说啊 以后你在客气有点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你知道吗 要么你要有需要你就叫一个 但是呢 你要注意得病啊 你也可能被抓走 被查房啊 被公安查房 还有一种情况 你就你不要你就拒绝他 然后你把电话先拔了 你就能睡个安稳觉 对不对 这是一种啊 这是一种 这是我的说辞方法 我我我我开直播 我说话 或者我说某件事 这是我的表达方式 那么 这个谁 这个秦胖子是怎么个表达方式 秦胖子 就是跟刚才我说的那个 前面的流程都一样 他跟我说的也都一样 但是他后面他要加一个 就是但是 虽然我跟你说了前面那一大堆 但是 我觉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 他肯定爱上我了 他如果不爱上我 他不会给我房间打电话 你别看他是做大宝剑的 对不对 咱们笑贫不笑娼啊 对不对 他肯定爱上我了 不然他不能给我打电话 这是我跟秦胖子的区别 你明白了吗 所以有的人说 罗尼尼的观点 我觉得跟秦胖子是一样的 你俩想到